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相信大家都想拥有一个十分完美的身材吧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瘦点再瘦点 只要长一点肉都要闹着去减肥 有些人会选择做各种运动 也有些人会选择少吃饭或者不吃 但是这样的方法是很不理性的 不仅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 能不能减下来还是一回事 甚至有人想出了更奇特的方法 这一步就有一名女子为了减肥 想用绷带缠住全身 然而当她三年之后拆开 众人都不淡定了 三年之后的她到底变成什么样了呢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关减肥的故事 这位美女嫌自己太胖了 表示自己是一种异胖身材 无论吃什么喝什么 都有可能长肉 在减肥的道路中 自己也尝试过多种办法 但最后全部以失败告终 这名女子经历多次挫折后 她迫切想减掉身上的肥肉 但又不是很想运动 最后她想出了一个奇葩的方法 那就是用绷带将自己的全身给绑起来 说干就干 想到这个方法之后 她也立刻寻求了朋友的帮助 将自己变成了一个糊涂涂的木乃衣 这一缠就是三年 除了洗澡和上厕所 试会解开 其余的时间都是紧紧的缠着 以此来达到减肥的目的 但这办法真的可行吗 只见女子将自己的好友叫来 起先女子的朋友都以为她出了什么事故 竟然严重到全身都被绷带包裹着 看到女子把绷带拆开之后 众人都不淡定了 随后这名女子上秤一称 竟然足足减了30斤重 不过有专家提醒 这样的减肥方式有害身体健康 最主要的就会导致人体的血液不流通 因此这种减肥方式最好不要学习 还是去健身房坚持锻炼 或调理饮食 再或者是去游泳等等之类的方法更好 而这个韩国老哥的减肥方法更绝 镜头前 这一抓一肚子坠肉的韩国大哥说 我最近胖了很多 从今天开始减肥 两天之内我要减掉40斤 一天20斤抽脂也做不到吧 但看大哥这信誓淡淡的样子 又不像是吹牛 在减肥之前 要先记录下减肥前的体重和腰围 体重96.2公斤 腰围104公分 这结结实实的肉 别说两天 就是两年也减不下来 没想到这位大哥却说 减肥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简单的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开始吧 大哥开始穿衣服 一件两件 大热的夏天 他居然穿了四件保暖衣 还穿上了厚厚的棉袄 戴上了厚厚的毛心帽 他想干嘛呢 开电暖器跳绳 还不是一般的跳 而是暴跳 这可不是倍速播放哦 没几分钟 他脸上已经全是汗水了 大哥说 减肥流汗才是王道 大热天 穿棉袄 开暖器跳绳 普通人跳五分钟 估计就要窒息了 这位大哥居然一口气 竟然跳了三小时 他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究竟流了多少汗 天哪 这不是汗水 是瀑布吧 大汗淋漓三个小时 究竟能掉多少 大哥说 估计已经掉了五公斤了 有没有吹牛 上体重秤 就知道结果了 天哪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92.1公斤 三小时 四公斤 第二天 他有里三层 外三层包裹的 严严实实 来到健身房跑步 第三天 健身房的小姐姐 觉得很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人穿棉袄 在健身房跑步呢 当得知这位大哥 要在一天之内 减重十公斤 小姐姐瞪大了眼睛 说道 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小姐姐说 跑几个月都不可以 减重十公斤 我跑了两个月 才减了一公斤 在坚持了24小时 外加高强度 运动后 小哥已经88.8公斤 24小时 减掉了7.8公斤 这效果也太惊人了 只能说 这大哥 真的是个狠人 这位大哥 确实不是普通人 他曾经是一位 职业拳击手 非常知道 怎么控制自己的体重 他有无数次的减肥经验 在他看来 减肥需要很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 比如如何在饿了一天一夜 还能控制住妈妈端上来的可口饭菜 再比如如何在不增加体重的情况下 补充水分 只见大哥从冰箱里 拿了一块冰 塞进嘴巴里咀嚼 以为他要吞下去 他咀嚼了两下 就吐了出来 他说 这样就能补充水分了 不过 在挑战进行到32个小时的时候 大哥还是忍不住了 他在街边的一个便利店停下来 买了一根烤肠 还有一瓶可乐 在一口气灌完整瓶可乐后 大哥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眼神 挑战了最后四个小时 大哥又拿起了绳子 一顿狂跳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 大哥究竟能不能挑战成功呢 他慎重的再一次站上体重秤上 他非常紧张 嘴巴不停的祈祷 结果出来了82.9公斤 大哥遗憾的说道 都怪那个烤肠和那瓶可乐 48小时减了13.3公斤 虽然没有完成挑战 但已经不可思议了 虽然大哥的减肥效果十分惊人 但是还是要送给各位 想减肥的友友们一句话 危险动作非专业人士浅勿模仿 就像我们不可能一口气吃成胖子 也不可能一口气减成瘦子一样 减肥应该循序渐进 科学合理 日本高中男生山本为了减肥 险些送命 当母亲送儿子去到医院时 医生几乎要被他的状况吓到 和母亲说 如果再晚送医一周他就会死了 山本今年18岁正在学校念高三的学生 竟然仅仅只有36公斤 医生诊断他患用神经性厌食症 而且危及生命 在山本到达医院的时候 他的身体各项指标都非常糟糕 脉搏只有每分钟26次 而正常成人为每分钟60到100次 大部分为每分钟70到80次 血压舒张压34 收缩压66 已经不在正常范围 山本已经没有办法用嘴吃饭 必须通过鼻四管进行喂食 山本的母亲痛哭流涕 如果我早一点注意到就好了 最开始儿子慢慢瘦下来 他是很高兴的 上初中的时候 山本是个小胖子 那时他身高1.62米 体重却有67公斤 因此天天被朋友取笑 而他一直为之苦恼 到山本进入高中时 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开始减肥 开始换了一个小碗开始节食 当时学校因为疫情 转为线上上课 各种课外活动也都被叫停 社团活动不再组织 学校旅行也都取消 山本可以专心减肥 没有任何东西 会打扰到山本的减肥大计 他停掉了自己的油渣食品 又停到了鱼和肉 后来很多人都开始说他瘦了下来 到了高二夏天 山本已经减到了60公斤 他1米66的身高 这个体重可以说非常标准 但是他还是觉得不够 每次听到有人夸奖 山本瘦下来 他都暗暗下定决心 要更努力一些 山本在家里开始只吃冰淇淋 酸奶和紫菜 每当父母关心 他就会说 夏天太热了嘛 没胃口 或者我已经和朋友吃过一顿了 父母做菜的时候 山本也开始叮嘱 不要放太多油 太腻了 一定要出去吃的时候 山本也会指定 他觉得健康的餐厅 如果一定要出门吃饭 就来这家餐厅吃 到了2021年6月 山本已经减到了43公斤 父母开始担心念叨山本 但他坚决不去医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我不想去医院 那个时候 母亲仍以为 吃东西嘛 只要吃了东西 就会好起来的 但是 对于这个时候的山本来讲 他已经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 如果不治疗 只会越来越难以下咽 父母想方设法 为山本吃饭 但无论什么方法 都只能看着他 一天天的销瘦下去 9月时 山本的体重 已经只剩下了36公斤 父母强行 把他绑到了医院 幸好如此 如果再晚一周时间 山本很可能就因为营养不良 而离开这个世界 住院三个月后 山本的身体逐渐好转起来 也恢复到了50公斤 但这个新闻也引发了日本社会 对于神经性厌食症的关注 明古物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说 40年前 日本从来没有关于厌食症的报告 但现在 神经性厌食症 已经成为了日本最大的饮食失调问题 现在 日本神经性厌食症的发病率 比30年前要高出10倍 这个疾病曾经似乎极为小众 只存在于模特 明星的讲述之中 但现在 他已经越来越普遍 根据德国商业观察网的报道 日本20到30岁的女娃中 有五分之一的人 有厌食症的形象 而更年轻的 比如像山本一样的 20岁以下青少年之中 这个比例也不断增加 还有一些是神经性 暴食症 她们会在四下无人的时候 疯狂吃下很多东西 接着又去催吐 如此来疏解暴食产生负罪感 但是这些病患往往也会产生 催吐是更可耻想法 而再一次引发焦虑 以至于需要用吃下大量食物 来缓解焦虑 这样的恶序循环 也必须要外力介入 才能够停止下来 治疗越晚就越难痊愈 吃饭对于这些 饮食失调症的患者来说 是一种折磨 长期的营养不良 很有可能导致出现自杀的念头 严重者 甚至可能会直接猝死 不要小看他 这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 早点发现异常 早点就医 才能早点痊愈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如何看待这件事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